各位朋友们好 嗨 光哥今天我要准备要看这台了 这台100多个W的 这台是宝马 宝马差几系列了 等下我得要问老板才知道 开这台去啊 说句心里话 面子啊绝对是十足 老板 这台新车多少的 这个新车啊 一百几 一百三十八万啊 一百三十多 一百三十八万 现在底价多少 现在啊 现在十七万 十七万底价 十七万底价 哇 一百三十多万的车 确确定是没有泡过水 没有泡水的 来开一下 还打得着火吗 有多少年份啊 有11年了 11年到现在有九年了吗 十年了 十一年了吗 说错了 十年 十年 11年12年刚好十年 来开一下尾箱 哦尾箱够宽够大 可以 等一下我问一下小凤喜不喜欢 这台路夫 多少钱了 这台路夫 哦这个便宜的五万多块钱 五万多 五万多的路夫啊 薪酬很贵的吗 哦这种是假路夫的 哦这台空间够宽了 看小鲜 你看我哪个 这台路夫呢 他说是假的 我也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加了一百块钱油就到这里了 所以呢我看到可能他也是比较省油的 小凤 觉得这台路夫怎么样 还行 好不好做 嗯 坐起来感觉有没有那个很很很飘的那个 要多坐一下才知道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台了开起来就蛮爽了 他排量比较低 但是呢 几万块钱五万五万块钱 也是可以 五万块啊 可以考虑是吗 哦看到他价格的份上 考虑一下 他说是假路夫的吗 我不知道是真 假路夫 哎呀你管他真是假 叫陆峰 开起来舒服就得 叫陆峰不是陆斧 可以了吗 因为你刚刚加油吗 可以可以 我以为那个人加错油给我 我又没有说到加什么油 我这一百块 我说 哎 不知道他加财油还是汽油 把我吓到了 刚加了有一分钟 两三分钟之后 他就是启动不了了 自己吓自己 哎呦 还上那个坡 把我吓到了 我以为加了财油 给我就告诉我 怎么开一开不动 哎呀有惊无险 远看广东像天堂 近看广东像银行 远看就像路虎 近看就是陆峰 大家好 我是光哥 这台车呢 五个W 非常的有面子 开出去 它的耗油呢 也不多 够宽 够大 唯一缺点呢 就是提速的时候啊 慢了一点点 毕竟五个W的车嘛 对不对 我们老板也说了 保证没有泡水 没有事故 至于人家是什么问题转样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纠结 没有必要去问人家 不喜欢它就转样了 就那么简单 刚才我也试了一下 这台车啊 总感觉还是蛮稳的 它的底盆呢 比较高 这些轮子啊 非常大 你大家看一下 到这里 起码有 七十到八十公分啊 坐上去啊 过那些坑坑洼洼 你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OK了 哗一声就过了 它的越野性能啊 蛮好的 坐上去也有豪车般的感觉 方向盘也是挺亲手的 内设 也是豪华大方 仿皮 上档次 如果 能把它的前标志 后标志 都换成路虎啊 一般人啊 看不出来 开去谈生意也好 泡妞也罢 都是挺不错的选择啊 关键是它价格理想 五个W 哪位朋友如果喜欢的 你可以先下手 反正我关歌呢 我要试 要试到合适为止 这台不合适 我再试下一台 如果朋友们先喜欢的 那你们就先下手为强 机会不是天天有 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下手就要下手 先下手为强 那才是王道 对不对 还有呢 关歌我现在啊 我也在考虑当中 欢迎大家给我关歌意见 现在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内设 朋友们看一下里边 这个标志呢就是陆府的标志 这里啊 仿木 还有这个皮椅 哇 看起来真是上档次 看一下这边 后座 后座呢 够宽 够宽敞 还有天窗 这个内设呢 还是蛮新鲜的 是啊 你看一下 中控台 嗯 非常的感觉神一般的车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尾箱 这个尾箱是这样开的 嗯 尾箱也够宽 但是呢 就是小了一点点 不知能不能放我那个音箱进去 今晚我得要试一下 啊 这个干干净净的 漂漂亮亮的 嗯 这里 贴住就行了 不过二位还可以 二位还是紧凑型吧 嗯 关一下这个 嗯 这个轮子 很高大上 开上去啊 就有那个 沸沸的感觉 就这样了